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习惯了在国内我经常获奖 然后是头一次在旅行中看到我拿奖杯后我特别开心 然后马上要给我拍照片 然后非常的高兴 因为孩子高兴比我自己拿奖还要高兴 我相信您儿子一定肯定是非常 他是我忠实的影迷 他最近儿歌不爱说 每天都在说 打狗棍专打疯狗恶狗侵略狗 赶子帮保家卫国星帮 我知道您提到这个打狗棍 其实是您最近的一部新作 那么在国内已经播了 那么我们在这边还没上映 您这次来其实带了两部不同的作品 一个打狗棍 一个是勇敢的心 等一下我们一点点来介绍一下 其实但是他相信很多美洲台的观众朋友们看到 郭导 其实是对他很熟悉的一部作品 其实我们去年在美洲台 一直在有播就是《红娘子》 由王乐丹 杨志刚 对他们演的一个也是算是那个年代的 年代的青春偶像剧 对 我相信大家对王乐丹的这个表演 一直在电视上很印象很深 那么不过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红娘子》 郭导 您怎么当时想要写一个像《红娘子》这样的 其实算是像您刚才讲 像是一个比较偶像剧一点的 其实我的很多作品 别人说都很像 因为我一直写上个世纪上半叶的那个50年的故事 那么我觉得那50年是东方那片神秘的土地上最好看的50年 党派 军阀 土匪 红色的 白色 乱世 黑色的 乱世出英雄出萧雄 故事很好看 当然也出美女 也出盲裤少爷 也出帅哥 所以 除了有铁梨花那样的戏以外 也可以有《红娘子》 其实是命题作文 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咱们写一个红军的故事 我说你找我写红军 我写出的红军可跟别人的红军不一样 他们说红军 我写一部有长征的红军的戏 但是整个的故事可能都不发生在长征的过程中 他们说不可能 没有人能这么写女红军的故事 我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他们所有人都惊了 说你是这样写的 这就是红娘子 就是红娘子 我先素于尊神 我先写一个神秘的小臣玉平 我说这里有个神 这个神叫红娘子 然后最后红军小战士王小红 因为他敢于牺牲生命去挽救整个玉平 然后他还跟玉平的大少爷 梅贤祖之间发生了一段百准千回的爱情 也让当地的老百姓非常非常的觉得了不起 于是大家就把红军女战士认定为是他们心中的那尊神 红娘子 我用这样一个非常东方的 或者说是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很浅显的讲了一个道理 很浅显的讲了一个红军是什么样人的道理 然后那个戏很多年轻观众都喜欢 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也很热 我一直是在 每天都在 几乎是滚动播出 就是还有很多次重播 我的戏有几大特点 第一是收视率很高 第二是聚很长 要活很长时间 第三就是重播率特别高 我在国内 在国内因为有几十个电视台 有几十个上星的卫视 我只要想在晚上感觉一下 尤其是12点以后 想感觉一下自己这些年创作的成果 于是你就搜 最少可以搜到三个台在博我的戏重播 铁梨花 红娘子 打狗棍 是这几年的 前些年还有特别好的一个叫刀锋1937 有一个 我们这里好像也播过 对 刀锋1937是前些年最火最火的道路戏 然后龙虎人生 然后还有追 有一个公安戏叫追 非常美剧风格 像24小时一样的故事 秘密图纸 几乎在晚上经常就可以找到自己过去的作业 怎么样看像王老丹这样年轻演员的 在剧中的表现 我觉得 我刚才咱们俩私下聊天的时候 我说 我说我过过40岁了 已经出道20几年 但仍然被叫做年轻导演 在中国我们这个行业里 或者说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最好的一个层次的导演中 我仍然是最年轻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悲哀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就应该交给年轻人 对年轻演员的培养 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洛丹跟我演《红娘子》的时候 已经不算年轻演员 他已经是非常火的偶像 也有很多人质疑 他觉得他演我的戏嫩了一点 因为我的戏要求的是戏剧功底非常强的 但是我个人一直对洛丹的表现 我非常的满意 他叫我大哥 叫直刚二哥 我对他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他很尽力 很努力 也正是因为《红娘子》 让很多年轻的观众开始喜欢我的戏 我知道您在国内是比较少拍电影 多是电视剧 您觉得做电影和电视剧的导演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很多人就很好奇 这个区别 很多专注做电影的人 经常会拿出一种姿态来 仿佛看不起电视剧 我前两天在中美电视剧获得是最佳电视导演奖 最佳电影导演奖 我忘了是宁浩 然后我上台拿奖杯的时候 因为宁浩是他也叫我哥哥的 我们也关系很好 他那个年代还刚刚起步的时候 我在电视剧就做得很大了 所以我们之间都有交流 他也经常把故事讲给我听 他上台的故事 然后我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说在国内作为一个电视剧导演 我很自豪 我很自豪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任何一个电影导演 不用说您好 斯比尔伯格都做不到的那么多的观众 我的电视剧有很多很多的 网上有很多很多的点击率 任何一个电影导演 包括斯比尔伯格也做不到的点击率 我说您好 你不许笑 你必须要承认我的观众比你多得多 电视剧和电影最大的区别 其实是受众 电影 你的作品必须能够通过你的宣传和你的故事 能够号召年轻人 从兜里掏出钱来买票 进电影院 拿出两个小时去看你的 电视剧不一样 电视剧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产品 卖给电视台 电视台是用他们的广告费来支持买我们的电视剧 在国内电视台播出 你是不用收费的 我们等于是我们的作品卖给电视台 我们盈利 然后电视台拿我们的作品送给观众看 那么对我来说直接的说法就是 我感觉我在为观众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在我的观众兜里拿到钱 你没有赚观众的钱 送给他们看 我没有赚他们的钱 然后 你的观众群会很多 尤其是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 观众还挺喜欢的 所以应该说 我也是很少见的一种 我其实最近有一个月都在美国 我觉得好轻松 因为在北京 其实在我家的小区 不要累 我出门都比较累 有没有人上来直接管你要签名 要签名没有 我大概带儿子在小区里散一圈步 可能要被合影五次以上 我自己家的小区 我已经在那住了好多年了 因为电视剧的受众实在是太广了 它跟电影不一样 电影可能是时尚圈 电影圈 年轻的观众群里 它知道你是谁 所以做电视剧的导演我很光荣 但另外很多做电视剧的导演 可能跟我想法不一样 大家觉得电影是 大一幕是艺术的追求是怎么样 我也会追求大一幕的 但是不是近些年 我觉得现在电视剧行业更需要我 而这个行业很繁荣 也很需要繁荣 因为观众最需要的是 每天都可以得到 艺术上的这种欣赏 所以追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对 我觉得这一点我跟你是一样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可能工作太忙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我自己越来越少时间 去专门去为了一部电影 去电影院看 那么电视剧不一样 电视剧在电视上每天都在播 而且如果是我喜欢的题材 我看了一季 之后一直在固定的时间会在追 所以我觉得这是电视剧的一个独有 其实对海外华人来说 我相信电视的影响也会更大 我在国内也经常看凤凰卫视 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 他们会通过凤凰卫视 听一听中国人的声音 看一看中国人有什么作品 看看中国有什么新闻 那么我想大家无外乎都是这样 它需要一个电视 它是一个生活必须 电影仿佛是奢侈品 那么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择 做一个设计师的话 我会设计生活必须 我觉得奢侈品好像我可以过些年 等生活必需品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再走 比较破在眉睫 对 好了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郭导 继续做客户的节目 郭导 您看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 就是刚才您提到两部最新的作品 一个是打狗棍 一个是勇敢的心 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部作品的一个故事 打狗棍是写我家乡成德的故事 有七十级之长 这个故事我非常有感情 因为这个故事应该说 我写了三十几年了 原因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讲 她小的时候所经历的 抗日战争的故事 我外公就是一个红色革命者 曾经组织过游击队 在热河那片最最艰苦的土地上 奋战过很多年 那么这个故事因为有外公 有妈妈的影子 所以我写起来非常的投入 然后演员是薇子 月丽娜 杨志刚 黑子 于逸 刘千涵 萧音 现在都已经 应该过两年 因为我知道 国内很多电视剧 要过一两年才能到国外 美洲台来 那么过两年 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是 非常非常炙手可热的明星 其中女主演是我太太 然后很多演员都是我公司的一员 应该说这个戏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几十年的跨度吸引了很多观众 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二丫头 就是鱼翼扮演的二丫头 前面是二丫头 后面是老二婶 然后就是有点女女女气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骨子里特别野蛮 那个角色也大概成了去年 去年一三年 中国电视剧中最最最亮点的一个角色 因此那个演员获了很多的奖 叫俞翼 非常非常的好 他是以抗战为背景的 然后以一个叫杆子帮 这么一个团体 其实就是听起来有点像丐帮 但实际上不是丐帮 以这么杆子帮为主线的 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写了热和的两大家族 那家和代家几十年的恩怨情仇 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之后 我又写了一个更长的 叫76集的勇敢的心 那么这部戏 是在今年的8月份 刚刚在国内播出 它播出的时候 是山东 江苏 天津 北京 四个平台 这四家平台播到最后 四家的收入率都破了二 就是相当于大概开电视的 有全国观众开电视的 大概有个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在看我的戏 那么这个戏主演是杨志刚和俞翼 他是写一对兄弟 但不在一个样的家庭里长大 然后在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候 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有很多化学的作用 然后到最后 两个人都经历了 这个失去家园 然后 失去亲人 失去爱人 到最后两个人沦落到 这个回到这个热河 其实是他们祖籍的这片土地上 然后一个人成了民族英雄 另外一个人堕落成汉奸 那么应该说从起点 是在完全不同的 一个在很高的起点 这个人最后变成了汉奸 那么一个很懦弱的一个 败家子的大少爷 在一步一步最后成长成 一个拥有勇敢的心的一个 民族英雄 那么其实应该说这两个戏 区别在于 打狗棍是波澜壮阔的一个戏 勇敢的心是趋静通幽的一个戏 他通过很多细致入微的 情节直接逼近了主人公的心灵 看到的是他心灵的成长 所以这两部戏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发现郭导您的一些创作 经常有这些时代背景 场面比较拉得比较远一点 您怎么样看这个 您怎么样对自己的作品 一个类型的一个定义 因为我知道其实 现在有不同的 比如说现代偶像剧 动作片什么 您怎么样看您的 我的作品我自己其实不知道怎么定型 后来市场给了一个定型 市场说郭静宇拍的叫传奇一句 就是包括红娘子 红娘子因为没有传奇这个类型 就报批的时候要报近代革命题材 近代革命题材 然后但是市场仍然归类为传奇一句 就是我的戏因为是我自己编剧 我的创作受很多评书画本的影响 就是人物会很传奇 受一些古典文学中的传奇的那种影响 我把它放在年代系 在中国叫年代系 实际上我认为都可以叫历史 就是不是英雄就是女神型的 对 不是英雄就是肖雄 要不就是大坏蛋 然后人物不停地在反转 很多生死关头 没有一次正常的谈恋爱 爱一定在生死关头发生 就是这样的 特别揪心的感觉 对 就是男主角可能必须有九条命 不然活不到最后 对 那么我知道您作为一位导演 其实不只是做导演 那么还经常算是兼职了编剧这一栏 为什么 因为很少有人就是说两个职位都做 那么为什么觉得说自己也要做编剧 这个应该说不是我有这个能力 是我被逼出来的 在中国 虽然刚才我说电视剧很繁荣 但是也有很多悲哀 比如说我这么大年轻 我自己觉得我奋战了十几二十几年了 做了十几年导演 仍然很年轻 这就是我的一个悲哀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导演被逼成了编剧也是悲哀 就是今天在中国有很多人说是自己是编剧 有很多人自己写剧本 但是我觉得真的认真创作的很少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市场的主流会捧一些翻拍的跟风的抄袭的作品 这对我来说我觉得 是挺悲哀的 对我一个拿电视剧当自己生命的人来说我说是个悲哀 尤其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字艺术 那么的美 应该说是文明的瑰宝 然后今天给老百姓写个剧本都需要去抄 你照搬美剧 照搬英剧 因为英国的年代戏很好 甚至是抄着韩剧 韩国电视剧水平很高 大家都知道 也都可以理解 现在有很多创作人员连越南剧 泰国剧都抄 他们的文明都是跟我们学的 他们以前都是跟中华文明学去的一些分支 你跟他们抄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难道我们这么多学文学的年轻人就写不出剧本来吗 所以我开始真的是被逼的 最初一部当编剧的戏 原因是编剧答应了给我写戏 但是同时又觉得还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去怎么样 他就一起做两件事 结果我开机 他只给我六集剧本 我全拍完了 他还没给到第九集 我那是一部三十集的电视剧 大家可想而知 后面的肯定都是我自己边拍边写的 这部戏之后我就决定了 我自己当编剧 我其实没有上过任何大学 没有上过任何艺术类的学校 我的学历截止到高中二年级 有很多现在国内新上EMBA 有很多EMBA希望搞文化的EMBA希望我去上 说可以免我的学费 因为每年有两个业内的著名的编剧导演员 可以免学费 但是我每一次 每一次我说你们确定要我吗 他说确定确定 我说我去不了 他说你怎么来不了 每年你可以少来几天就OK 我说我真的去不了 因为我连大专毕业证都没有 因为那个EMBA要求你必须有 国内必须有一个大专以下的毕业证 我什么文明都没有 所以他们不能要我 所以后来没办法 我就经常去给EMBA的学文化的同学们讲课 就是我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就是你基本上自己 因为我从小喜欢写作 我经常就自己被逼出来 然后就不停的去写 而且我写作的方式跟别人很不一样 别人是用 不能感觉的 我是拿录音笔说的 我一边说一边要把所有的角色演一遍 就是大家可前而知 大家没有看过后来的戏 不知道二丫头是什么形象 但是知道王洛丹 就是我在写王小红的戏的时候 我也必须演王小红 这个对我来说是 我这么大一个男人 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 为什么不愿意原创 原创太辛苦 而且原创对你不是体力上的考验 是对你精神上的考验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 可能说我要写个剧本雄心壮志 真的一写起来 拖延症 或者包括沉重的各种打击 他就写不下去 我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以前曾经 我刚才问助手 我才知道我 红娘子的时候只醒了两个月 可是打狗棍我就醒了四个月 勇敢的心醒一年半 就是随着年纪增长 有我小孩什么 就真的是 你安心创作是个多么难多么难的事 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 他很多人 生活上有很贵心的事 对对对对对 舍远求进路 我就去抄袭啊 但是如果我们连 老百姓最需要的基本的文化生活的电视剧 剧本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超爱的 那岂不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悲哀吗 是 一旦失去原状精神 这个民族就没出息了 我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坚持 就是自己写剧本 一直在坚持著 我刚才除了刚才那两部戏之外 我今年还要开两部七十几的戏 一部叫大Younger 一部叫 一个是勇敢心的二 我大概每个写 每次写这样的一个戏 需要一百万字 听了我都有点头疼 有很多海外华人 其实很喜欢郭导的戏 那么其实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红娘子 然后加上我相信 接下来的这个勇敢心 跟大果冠都会非常受欢迎 越来越有越多的国外市场 开始接触郭导的作品以后 你有没有打算就是在国外开始发展一下 在节目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期望和心情 其实我们的电视剧 从制作水平 包括我们讲故事的方法 都是很有国际化可能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 怎么样能够从作品的形式上更适合全世界的观众去看 那么我最近也在学习英剧和美剧的对历史剧的处理的方法 那么我觉得从主题上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我的电视剧的主题 外乎八个字 忠孝结义和传宗接代 那么忠孝结义 其实跟西方文明中的平等 民主 友善 友善 都是很相近的 那么传宗接代 我想任何 所有的人类发展史都会需要的这么一个传承 这么一个传承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我想让它走进国际化 就是把那些纯东方的东西 纯东方的东西 或者纯中国的东西 外国人看不懂的 我看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全人类共同的艺术语言 然后表达 我想这是在我下一段的编剧上的一个新的功课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考虑考虑 如果走国际市场的话 不要这么长 因为太长了 中国的观众收看电视剧的习惯 跟外国人的不一样 外国人是他每周只有两三天可以看电视剧 那么中国可能是他每天要看三集 看两集都嫌少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后面的一个话题 后面我的一个课题 我会努力的去学习 希望我的作品 我的传奇剧 能够首先服务于全世界的华人 然后希望能够服务于全世界的观众 也希望郭老的作品越做越好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郭老今天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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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